错怪水晋侠,女足赛后抱愤怒一幕 亚运会三人获离队,两人获彻底被弃 大家好,我是老九,欢迎观看老九聊天 中国女足世界杯比赛取得了小组第三的成绩 非常遗憾,提前出局 虽然他们也拿到了保底的安慰奖 1650万的奖金 但是显然这个成绩难以让女足姑娘们 和女足的球迷们满意 赛后不少球迷认为该结束女足的神话论了 而水晋侠更是被认为 拿到了之前的亚洲杯冠军后就飘了 实际上根本不具备带领女足的执教能力 然而伴随着赛后不少的情况被曝光后 球迷们才发现 女足原来也是存在着如此多的问题 根本没有想象中的纯粹和简单 首先可以看到水晋侠从上任之后 直到现在曾被铭记爆出 连基本的换人权力都没有 甚至疑似被架空实权非常被动 其次赛后有媒体爆料 当时女足正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水晋侠双手插腰关注在赛场上的时候 旁边坐的两位男教练却在开心的聊天 甚至还有一人无嘴偷笑 这一幕实在是似曾相识 令人愤怒 可见教练组也仍然存在很大的内部问题 可见女足比赛失礼绝对不是水晋侠一人的错 另外除了反思和总结外 女足亚运会或许会发生大洗牌 有三人获了一队 那就是王珊珊 楼家慧 张瑞 三十多岁还要跟随国家队一起征战比赛 实在辛苦 随着年龄的增大体力不支 也该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 另外还有两人获彻底被弃 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 唐嘉丽和肖玉翼都接连发文 疑似表达对这次世界杯出场时间太少的不满 虽然从目前来看 他们两人实力不错 只是缺少表现的机会 但如果影响中国女足的团结 质疑主教练的策略 恐怕反而会适得其反了 相信孙文和水晋侠也不会再让他们去亚运会比赛 不过希望他们能够用实力征服水晋侠 征服球迷 我们也期待女足在亚运会能够提出好成绩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